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产业做一个创新跟转型 创新育成中心主任向来访厂商介绍 说明未来三年营归换和展望 以及大学研究团队的研发能量 包括教师与设备 研究环境等等 期望透过成功育成案例的分享 让厂商对产学合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小型企业他们必须要升级跟转型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所谓的育成的机制 所以的话目前我们学校这十几年来的努力 包括我们的几个学院 像工学院 我们譬如说马达方面 然后像电控的那一块 甚至二轮电动车的那一块 那还有所谓的那个生肢院 比如说一个发酵的过程 那还有一些像这个药用化妆品 那至于所谓的工业设计学院 其实工艺这个设计学院 其实我们现在也跟金属中心那边 准备要启动一个大型的计划 魏主任说大业创新育成中心 是中部地区第一所成立的产学研发中心 学校五大学院蕴藏丰富的研究资源 随着经济市场变化的冲击 中小型企业需要转型才能永续经营 大业大学的设备与环境都很优良 欢迎业界和创新育成中心合作 让大业大学的研究能量 发挥更大的效益 大业人新闻流行校采访报道